花莲邮局办理年度关怀农产行爱心捐赠的公益活动 2月9号来到了玉里镇的林雅部落文化健康站进行捐赠典礼 与荣凤甲稻米运销合作社共同来持续关怀农产行销活动 并把活动捐赠放在林雅部落文化健康站 照顾部落的长者也将在地优良的毫米推广出去 那这一次的活动很高兴 就是我们全国如果有买的一些我们的产品 哇哇蜜的产品 那我们就去捐赠 不多啦 不多 这一笔的一个爱心到我们的部落来 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 能够到关怀到我们的一个社区 那未来 未来我们中华邮政还是一样会秉持这样子的一个 这场提供这样的一个服务 希望永远都周围对问好邻居 这场爱心供应活动龙凤甲稻米运销合作社 也将善心人士的机能长库捐赠给部落长者 因为玉里193县也是这一次918地震部分受灾区 透过这样的捐赠活动 让部落走出大地震的阴霾 未来我们还是很希望能够透过邮局的这样的一个 光环形象的一个平台 来帮助协助我们部落来形象我们的稻米 尤其是我们稻米是我们在地非常一个重要的产业 尤其是像我们的产销班 合作的产销班所生产的一个两者的优质的好米 透过邮局的平台能够把最好的米形象到全世界 或者是我们所有的邮局的一个平台 非常的谢谢我们邮局 谢谢今天的一个捐赠仪式 谢谢 文件站的长者也准备了精彩的舞蹈 展现老大人的健康跟活力 长者们都纷纷表示感恩 部落长者都会在文件站共同用餐 并且表示爱心米都会大口大口的吃饭 不会浪费 记者高雄双玉里正采访报道